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只是希望他能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陪陪我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他都做不到 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问题 总是找我的原因 遇到一点小事就跟我不依不饶 我也有脾气 总不能一直先救他吧 我跟他谈恋爱真的太累了 他一点都不考虑我们的未来 总是在逼我 他母亲那么推我 我都什么都没说 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想我怎么做 我们还怎么继续下去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杨 21岁来自山西学生 有请 小鱼 22岁来自山西学生 有请小鱼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女生一肚子气的 我们俩在一起差不多快一年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关心我 什么都依着我 但是时间越久 我越觉得 他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我了 给我的安全感也越来越少 我本身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 很害怕这种打雷下雨这种天气 有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嘛 正好是打雷 那天也挺晚的了 我就想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陪我一会儿 打过去以后 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跟我来了一句 我打游戏呢 我也没有多想 就等他打完呗 然后一直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 我再打没有人接 最后他就直接把我拉黑了 当时我就跟我好多朋友 一会儿打游戏呢 我们那儿戴打耳机声音也吵 所有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在打雷 然后之后就是 我朋友看着我手机一直响 然后我一直在专心打游戏 我也不知道 我朋友就拿我手机直接拉黑了 他拿你手机 随便拿你手机就都把我拉黑 他不知道我是谁嘛 你不觉得很扯嘛 我手机也没有密码 备注也没有 他也不认识你是谁啊 那你为什么到第二天中午 才知道你把我拉黑了 那一晚上你就没想过联系我是吗 第二天中午我刚醒 醒了我要给你发消息 我才看到你不在 你说啦 等你打完游戏以后联系我 等了一晚上你联系我了吗 当时那么晚了 你之后也没有一直给我发消息 我以为你睡着了呀 我以前给你打电话也是 你要么不接 要么站线 干什么呢 我有自己的事呀 我跟朋友们打电话什么的 当然站线了 不是就接不上我的电话是吧 别人电话都能接上就接不上我的 怎么没接呀 我看见你电话哪次不是第一时间就打 那我等一晚上你等不着你的电话呀 你现在就是变得一点都不关心我了 之前咱们俩一起出去旅游 你还把我一个人扔的车站 啥事啊 我们俩一起去旅游 然后要回家的时候 不是要坐高铁吗 然后坐地铁去高铁站 进高铁站的时候 要刷那个二维码才能进那个闸口 我刷了二维码进去了 在里面等他 他就不高兴了 觉得我没有等他 调出二维码一起进去 我一路上跟他说话 他就一直不理我 我好生好生跟他说话 说什么都不理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生气 我就坐了地铁去高铁站了 然后我到了高铁站以后 我一直给他打电话呀 什么发消息 他都没有回 最后直接告诉我一句 我已经回家了 这么大脾气啊 当时进那个地铁站的时候 他就根本 就像不知道后面 还像跟哪个人一样 自乎自一个人往前走 走出去很远的时候 才开始回头看我 那换时谁不生气啊 我知道你不高兴了 我是不是一个劲地 跟你道歉呢 你理我了嘛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那我自己走和跟你一起走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样呀 所以你不是一个人 上地铁了吗 你跟我订了 一个时间的高铁 你自己改签了 你把我一个人扔那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不是爱一个人走吗 我怎么就爱一个人走了 我要是一个人爱坐地铁 我要是一个人在那迷路怎么办 你当时甩脸走的 你又不是好好要走的 你甩脸又不是一次两次啊 不能总这样吧 我总怎么样了 那也比你强吧 你玩个社交软件 玩一千多天 你好意思说嘛 要不是那天你给我截图 我不小心看见了 你会跟我说嘛 你知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你还要玩那个软件 知道啊 知道你还玩 520也不陪我过 520那天你还登那个软件 啥软件 就是单身的人玩的那种 你玩那个游戏干嘛呢 还往里面充钱 不是 那个软件 就里面有游戏嘛 你和谁玩呢 我和我朋友们 你和你朋友 在社交软件上玩游戏 你信吗 这有什么呀 我玩游戏都不行了吗 我登上去以后 什么东西都没了 你删的一干二净 我没有删那个记录 记录你也都看见了 你不删那个记录 人家女生一直找你说话是吗 闲得没事一直找你说话呀 你不充值 不给人家送礼物 人家一直和你说话 我哪知道 她们为什么要找我说话呀 就社交软件里面 有一个女生 跟她一直在说话是吗 对 这解释一下呗 就是有陌生人来 偷偷打招呼呀什么的 我都没有理过他们呀 那断断续续的 那些话你如果不回复 人家干嘛还给你接着发呀 都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为啥呀 我又不认识他 你这种理由 你说给谁谁会信呢 说的和你不玩 社交软件一样 我 你没玩过吗 当时我给你发密码的时候 说好你把你密码给我发过来 我把我密码给你 你发了吗 你们俩是玩的 同一个社交软件吗 是 哎呀 你们俩可以啊 你也玩啊 那你说他干嘛呀 这这个链海谈的 我玩这个软件 但是我没有在里面跟别人聊过 我就是这个软件下了以后 我就在 就是手机里面放着 也没有每天去看呀 那你下他干嘛呀 以前下的 就很久之前 和他在一起以前就下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的账号密码 谁知道你账号里面有什么呢 我之前就和你解释过 我之前用的那个手机号已经不用了 我不记得密码 我要找回密码 收不到验证码 我不跟你说 就是怕你误会 怕你多想 怕你觉得有什么 你怕我误会 然后你在微信里面 建了一个帅哥分享群 天天跟你的朋友们 在里面分享帅哥 哪来的那么多帅哥呢 就是网上随便找照片 还是周围的人 抖音的视频 这没啥吧 不就分享好看的男生吗 我是当初建了这个群 但是我们当时建这个群的时候 就是几个女孩 我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 后来有一天 就大家他们几个人 在里面发这些视频 然后还把名字也改了 微信的名字也改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 在里面发过视频 你也看见了 你跟我说你不高兴 我是不是当下当着你的面 就把那个群解散退出了 你真是网标了 我太美你就不让 然后自己创建了一个帅哥分享 天生给你的好朋友们一块看 你以为你是光在视频上 看这些美女啊 你现实生活中怎么做的 你没有出去 和别的女孩一起玩吗 我什么时候 和别的女生一起玩过 咱们俩一起出去 去酒吧那次 你是不是跟我说 你去上个厕所 我等你 上完厕所回来呢 带了个女的回来 哎呀 厉害啊 然后他跟我说 那是他同学 我说那是你同学 那咱们以后 就也能经常一起玩 什么的 我就加了人家一个微信 然后我发现这个女孩 其实早就已经工作了 都上班了 也不是他同学 他还在人家朋友圈底下评论 有机会咱们再一起出来玩 你这是要干嘛呀 是不是就普通朋友 客套一下嘛 这有什么呀 你在酒吧认识的人 是普通朋友啊 大家都在酒吧玩吗 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啊 是 成为朋友 然后你们两个人 自己出去玩 瞒着我是吗 我没有和他约出去玩 你没有 你还说没有 我朋友去都碰见你们还跟我拍照了 人家问我你男朋友怎么在这儿 我都问懵了 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 我还以为那天在家呢 你也没问我在哪儿呀 我不问你就不告诉我了是吗 我那天碰到他是碰巧碰到的 我也没有故意约他出去玩 以前你去哪儿你都跟我说 跟我打电话 给我发位置告诉我你在哪儿 现在你去酒吧你也不跟我说 就因为我没有问你 你自己就不知道说什么 说的跟你不去酒吧一样 你上回不也骗我要在宿舍休息 不还是去酒吧玩的吗 那天那是我同学过生日 那么多人都娶我 一个人不去不合适吧 我跟你说了你能让我去吗 我不让你去给你的朋友过生日 你能让吗你让我去吗 不让去你自己去呗 实话也不和我说 你小子也可以啊 去个洗手间 就带一个陌生女生就能回来 以前认识那姑娘吗 不认识 那咋就带回来呢 然后就跟自己的女朋友介绍 说这是我同学 不是大家都出来玩就 就无所谓了是吧 对 这真是不理解啊 我跟那个女生就是 真的有单纯认识啊 要想发生些什么 我也不可能把她带回去啊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说的是你同学啊 行 我当时怕你误会 而你又爱甩脸 这事怪我多嘴啊 这就算极致了吧 姑娘 还有呢 还有事呢 就她说我去酒吧那一次 我就是跟几个大学里面的同学一起去 就完全没有什么陌生人什么的 然后旁边隔壁有一个男的 不认识他年龄也挺大的了 然后就一直过来跟我说话 一直就是骚扰我那种意思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接我回去 然后他就因为我骗他 他一开始就不愿意来 后来来了以后又一直骂我 一直说我 就没有想过我在那种情境下 我多害怕 就是说我骂我 你说我骂我 你不能把我接回去以后再说吗 我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啊 我收到那消息 我不也第一时间赶过去了吗 你女朋友被人骚扰了 你是怪我自己 大晚上去这种地方 你现在到底在不在乎我了 在乎啊 每次问你就是这样 在乎我这么冠冕堂皇 然后呢 在乎我你手机里面 网盘里面 有你前女友的照片是吗 那个女生根本不算 是我的前女友 我俩只在一起了 一天都不到 他跟你说 他要带他男朋友来找你玩 然后把我也带上 行 咱们四个人 好好地玩了几天 是挺高兴的 玩完我才知道 我陪你前女友玩了几天呀 那你俩都知道彼此 把我当猴耍呢 是吗 不是 还有他前女友的男朋友 我们当时已经是好朋友 他也不算是我的前女友 那为什么要拍那种照片呢 好朋友就可以贴得那么近 脸贴脸拍照是吗 那个照片是很早之前 我就删除过的 但是当时在相册的时候 手机它自动上传上去了 我也没有故意留下料 给你看什么的 但是你们俩在一起的照片 在一起的时候的照片 你为什么 为什么它能存到网上 为什么我和你的照片 没有上传上去呢 你和我的照片也在相册里面呀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特别恶心吗 我恶心 我再恶心 我有你的男闺蜜恶心吗 我本来就不支持 你和那个男闺蜜一块玩 那男生以前还追过你 追过我 我答应了吗 我同意了吗 是没答应 有一次他问你借钱 你没有 然后你跑过来找我 和我说你私心周转不开 我二话不说 我就给你拿了5000块钱 后面闹分手的时候 你才跟我老实交代 然后你让我去找他 然后我去找到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跟我说 那钱又不是跟我借的 饭不着跟我说话 看你交什么男闺蜜啊 他借钱是因为 他想开一个奶茶店 起码他是想自己找点事情 敢有个工作 像你一样嘛 像你一样 一点上金心也没有 你每天就是有手耗钱地玩 注意打游戏 你考虑过咱们两个 以后的未来没有 他有上金心 他连5000块钱也还不起我吗 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上金心这件事情 我妈妈跟我说了多少次 他是不是希望咱们俩好 出去吃个饭还要吵一架 你知不知道那天 跟人吃饭的是我妈妈呢 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我妈妈不过就问你一句 你父母在你身上 投资学业花了多少钱 你觉得这些钱 都花到地方了吗 你怎么说的 我当时已经很克制了 按我以前脾气 我早掀桌子了 到底这个餐桌号发生了什么 我也没听明白 怎么了 就是我妈妈问他说 你父母在一身上 投资花了多少钱 我相信这不是第一个问题 前面应该问了一堆问题 要不然男生不会说 按他的脾气会掀桌子 因为我俩之前吵架 我有时候也会和我妈妈聊嘛 然后我妈妈就 对他印象本身就不是很好 然后也知道他是一个 就是每天比较爱玩 没有什么正事做的人 因为我觉得女方的妈妈 那个问题 其实也挺有攻击性的 就带有极强的攻击性 我妈妈就是不是很喜欢他 再怎么不喜欢我 也没力量 把我父母拿出来说事吧 我也特好奇啊 既然我们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是一个积极上进专情的男人 为什么我们发现 自己的男朋友 是一个既不积极也不上进 更不专情的男人 还要跟他在一起 既然我们想找的是一个 尊重长辈 有礼有节 成熟稳重的男人 为什么我们发现 自己的男朋友 既不尊重长辈 既没礼也没节 既不成熟 更谈不上稳重 轻飘飘地 还不愿意分手 既然不希望在爱情当中 保持一个稳定而持久 那你玩你的过家家好了 你干嘛非要粘着它呢 谁能清晰而准确地回答 我今天来我们这干嘛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以后该怎么办 我就想听听 大家的对我们的建议 明白了 各位老师 姑娘是还要建议的 你们看怎么给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问洪兄 男生 你的问题很明显 你把这一个恋爱 当成了一场独角戏 和一场脱口秀 你根本不会去顾及 别人的感受 而且在过程当中 你处处显现出来的 那就是随心所欲 我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我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才不管 你去酒吧 也瞒着它 人情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感觉它变了 最近它对我越来越不好了 我一直迁就它 包容它 可就算是这样 它还是背叛了我 我有一点怨气都不行吗 我感觉自己还是爱它的 所以才回来找它 但是它却把我的感情当儿戏 我不知道它到底要我怎么样 我现在也不知道 怎么忘记那段事 更不知道要怎么跟它相处 在这段感情里 我真的累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方先生22岁 来自安徽学生 有请 小王21岁 来自安徽学生 有请小王 有请 师父好 好好好 这不是挺搭的吗 牛仔系列是吧 挺好的吗 之前挺好的 但是这段时间 可能因为一些矛盾 老子不合 就是感情不是很好 我是一名体育生嘛 平时在学校训练啥的 一整天都玩不到手机 碰不到手机 反正经常他就是 给我发一整天的消息 然后我有一次晚上 我跟他的训练结束了 然后他就吵着闹着跟我分手 我晚上给你发那么多消息 你就回我两条 而且那时候 我只是想要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啊 你不是也没告诉我吗 可是那个时候 我跟你说我腿训练受伤了 你连一句安慰的话 我都没说过 就直接要跟我分手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知道 你再拿你 而且你平时训练的时候 也会有受伤呀 我不知道你那天受伤那么严重 你也没告诉我 一秒钟就能发的定位 你就是不给我发 你让我怎么想 可是你跟我怎么说 你就吵着闹跟我分手 我当时什么心情 当时就很难过呀 我根本就不想给你发定位 那你说你受那么严重的伤 你晚上不还是 跟你朋友去打游戏了吗 打游戏不也是这种放松 我们不也是这种休息吗 那我就不用得到你的关心了吗 你既然能放松下来 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呢 可是你呢 你居然因为两天没去找你 你就两天的时间 去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找男朋友是我的权利 你找男朋友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说这么快吧 分手两天 你就找了个新男朋友 还是在我们学校 我的朋友跟我说 哎 你前几天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你知道吗 我当时脸上多没面子呀 然后后来有一次旅行的时候 他也是那样 又因为拍照那点小事 在大街上跟我吵跟我闹 然后后来他又摔脸就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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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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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到她的宿舍群里面 让他们看 去评论 你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的一个照片 我刷朋友圈 刷到了 不就单称点个赞吗 那我往宿舍群里面发 我那个时候 我宿舍群里面的摄友 他们也经常往那边发一些 我那不是也可以发一些吗 那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呀 那是一张秀身材的 穿着吊带的照片 你能去点赞吗 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你去点赞他的这种身材照片 合适吗 你就是觉得他身材比我好吗 不就点个赞吗 单纯的点个赞呀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呀 那你说你跟我闺蜜没什么 那你跟你前任呢 你们俩是不是背着我 偷偷加微信了 那个时候他在一个酒桌上 拿着我朋友的手机 打电话给我 问我当时为什么把他给删了 然后我跟他就在争吵这个问题 我说我没有删的 是他删的我 然后我朋友在旁边就说 那你们俩要不把微信加回来吧 那加回来不就加回来了吗 我跟他只是朋友间的问候呀 没有什么东西呀 你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还气冲冲地跑去找你前任 让他不要再来纠缠我的男朋友了 但他是怎么说的 他给我甩出了一张 你通过手机号加他的截图 然后还给我甩出了一张 你从你的收藏夹里面 找出他的照片 发给他看的截图 那你让我怎么想 我那个时候给他发照片 是因为他当时问我 哎 你还记得我现在长什么样吗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我之前收藏夹里面 收藏过他的照片 然后我就把那个照片 发给他看 我说你现在不是长这样吗 那你为什么要发给他看呢 那你就算发给他看 你为什么要删呢 你说得这么坦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 当时这么发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 我又看了一遍聊天记录 我觉得如果这个记录 被你看到的话 肯定你会不开心的 所以我就把他删了 你知道我看到会多像 你有没有想过 你前任看到也会多像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 你们分手两年了 为什么他到现在 还在来找你 就是因为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拒绝他 你每次都是这样 给他点希望 他肯定还会再来找你啊 可是我跟他聊的 只是我现在多喜欢你的事 没有跟他说 我们俩之前的事 那我当时让你跟那个朋友断了 因为他在你和你前任之间 牵线搭桥了 我让你跟他断了 你不也没断吗 如果你当时断了 会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他那个朋友居然 让我的男朋友 去安慰他失恋的闺蜜 那个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 他有个好朋友失恋了 然后让我过去说两句 我当时也想着 说两句说两句呗 也没有什么事 那不也没有什么吗 那我们俩是不是也因为 因为他分手了 我们俩分手不是因为他分手了 我们俩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跟你之间矛盾太多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 你和我都挺累的 我就提了分手 如果没有他的出现 你就不会带着他去打游戏 你带着他打游戏了 你还把战绩给锁起来了 不让我们看 那我也不会跟你吵架 当时你已经没有任何 耐心哄我了 因为你已经有心欢了 所以我们俩才分手了 我以为我们分手两天会好的 但是我后来找你和好的时候 你并没有跟我好 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争吵 我们在吵架 我们俩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那个时候你觉得 你自己累 我也累 那不是因为他出现 可能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们俩都会分手 我一开始也以为不是因为任何人 我以为我们只是普通的吵架 但是呢我是不是回去找你了 你也没有跟我和好 我后来登你的抖音 短视频账号看的时候 你们俩在我们俩谈对象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了暧昧的互动 你们俩已经约好了去看电影 已经有了告白的情话了 那个时候只是跟朋友间的开玩笑 看电影那事 我是不是也到最后 我连最后连他面都没见过呀 最后也没有什么发生实质性的发展呀 连告白的情话 都只是朋友间的开玩笑吗 难道不是吗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我到最后都没有跟他在一起过呀 那如果我当时去找你 我们俩和好了 那不就没接下来的事吗 你为什么不跟我和好 为什么我谈男朋友以后 你又回来找我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跟他说不定有 情侣方面的方向发展 但是聊着聊着发现 它并不适合我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你 你我们之前的事情 觉得挺好的 不能说因为一些小矛盾 小争吵 而导致最后就是草草聊场 所以我又回去找你 这是小矛盾吗 你在我们谈对象的时候 就已经跟别人有暧昧了 这只是小矛盾 可是你跟我和好之后 你对我什么态度呀 你对我的态度 就是和之前一个大转变 之前对我不能说摆一摆顺吧 基本上什么事都顺着我 也从来不会跟我这大吵大闹的 但是你现在呢 大概现在回来之后 说打我说就打我 说骂我就骂我 说不理我我就不理我 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回来之后为了报复我是吗 我当时跟你和好的时候 我说了你跟你那个朋友断 你们现在不还是在联系吗 他已经伤害了我两次了 已经破坏我们感情两次了 你为什么还要再跟他联系呢 那我的朋友只是我从高中 一起玩到大的朋友 我跟他没有什么 他也是希望我好呀 他希望你好 那我不希望我们好吗 我让你跟他谈不 也是为了我们好吗 接下来我想问您 您这次回来和好 是因为爱他 还是他自己说的 您要报复他 我并不 和好了 两个人在一起却发现 哎 怎么回不到过去了 男友是想来找回到过去的方子的 对吗 对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娟 我红兄 你们让我感受到最可怜的爱情 那就是 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感 今天在这个场上呈现的 就是一段从刚开始萌芽 喜欢到彼此了解熟知 然后彼此不欣赏情感消亡 就是这么一个很自自然然的过程 我觉得你们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开花结果 走向幸福 反而大多数的情感 尤其是这个年龄 在经历时间的洗涤之后 就走向了结束 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事 女生可能就是比较任性 需要男生宠着爱着 就是脾气来了不管不顾 当着大家面会去发脾气 但还没有办法成为让你变成小女生 或者让你很放心很安全的那个大男人 这有什么呢 不合适就不合适呗 所以既然觉得不合适了 但是感情的余温还在 那咱就把这余温烧完就完了呗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挺好的舞台 你们来了 把过去回忆一下 曾经的美好 我们也放在心里珍藏 也彼此感谢曾经走入我的生活 两年的时间 祝福彼此 遇到更适合自己的人 给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挺美的呀 学生时代的爱情不就是这样吗 一定要弄得最后两个人打打闹闹 吵得鸡飞狗跳 干嘛搞得一段感情 那么难堪的结束呢 咱就彼此祝福好了嘛 咱就果断地结束了 我们开始新生活就是最好的 这就是我给你们建议和祝福 谢谢颜老师 珊娜老师 收藏家里面有前女友的照片 然后还说我是突然之间想起来 那你不是突然之间想起来 你是一直就放在心里呀 除了收藏家里面有前女友的照片 和前女友一直联系 然后还去安慰失恋的女 那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们是又要分手了是吗